所以我認為說他想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把準總統找來 把王金平找來 然後我覺得那個目的太明顯了 他不是仰慕蔡英文 他這個東西 反正總之就是把王金平 林希山跟蔡英文 你們都是一秋之河 不甘不盡的 你看有一個奇怪的帳本 然後有一些錢 涉及到錢 政治打擊的目的太明顯了 然後現在我覺得那個帳本 流到亞老師手上 亞老師呢 就握在手上 然後也沒講 從二月一直到現在 也過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檢察官可能是有一點等不及 資料都已經給你流出去了 怎麼沒有人報 沒人報怎麼辦 我自己來報 放點消息 就是政壇大咖的帳本 然後這個存摺跟陳卓囉 然後這個蔡英文有被密訓等等 我覺得是檢察官有一些目的 所以他才受不了 姚老師你拿到了怎麼還不講呢 姚老師你知道嗎 他還真的不但去比對王金平的筆跡 他還去查說 那那個錢 不是一個姓 有兩個姓黃的 那姚老師還跑去查說 這個那這個姓黃的人是在幹嘛的 他跟王金平有沒有 就是到底認識了多久 他還查出來說這個姓黃的背景 大概是做什麼什麼的 對對對 那他跟王金平有很多年的交情 所以錢從如果錢是從這邊來的話 應該也是合理的 他一個一個跑去查 還跑去查那些立委候選人的 拿錢的 對 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申報有沒有 那所以按照檢察官辦案的邏輯 我今天檢察官我要辦案 我我收到了一本帳本 我應該去辦什麼 反正立委都抓去才對啊 對嘛 我就應該去 我就應該去辦那個 有拿錢並且沒申報的人啊 叫來一個一個約一下 對啊 他約那個蔡英文 沒有拿退回去 那要幹嘛約蔡英文 約蔡英文也是行政法呀 那鄧文聰手上那一本 就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國民黨是行政法啦 民進黨要關起來啦 同樣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你就不應該只約蔡英文 你就應該通通來約 可是這些人不但沒有被約 然後還沒有被放消息 唯一被放消息的是蔡英文 所以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要牽制王金平 然後告訴他說 我跟你講就讓你知道說 你有東西到我們手上 會不會是只有這本帳本 不知道搞不好還有其他的 以及其他所有有收錢的國民黨立委 你們心裡面都要有一個提點 有一種政治所猴的效果 但是老師也說得很清楚 只要當事人否認 其實你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就是拿現金交易 你也沒有實際去拍攝到任何的證據的話 那如果只是名字這樣對一對 所以王金平還要說我沒這樣 我倒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我覺得很簡單 你如果是動不動兩三千萬的話 那如果不是放在沉著 是放在哪裡 枕頭下嗎 我覺得不會每一個拿到這個政治現金的人 都那麼沉著對不對 好來民賢 貴黨的習慣是怎樣 第一個如果 我感覺大家太過於從政治考量了 第一個如果新的總統 準總統還沒就任 那當然就任之後 他有刑事豁免權 那還沒就任之前 如果檢調約談 他是可以的 代表臺灣民主的進步 那第二個 因為其他人都說沒拿了 還要約談 沒關係 聽我說完之後 馬總統卸任之後 這太麻木了 被告了一百多案 那你們認為說 馬總統可能卸任之後會被約談 代表臺灣民主很進步 我覺得是比到正面來看 那第二個這個案子發展到現在 就說 沒有 民賢 我們要講這個不是卸任約談 對啊 現任可以約談 陳水扁總統在現任的時候 就已經有被約談了 這不然 我有點口誤 好 那第二個 整個案子 林錡三的案子發展 發展到現在 大家都一直想說 好像就是在打擊王金銘 跟打擊蔡英文 可是大家想一想 這件事情對蔡英文有傷嗎 那所有新聞呈現說 他兩千萬拒收 我覺得大家呈現的氛圍 包括寇寇姐 你推從蔡英文 對蔡英文是加分的 蔡英文是人間極品 好 沒問題 那第二個 對王金銘有傷嗎 那就說假設我不知道 姑且不認為 那個帳目到底真的還假的 可是大家呈現的氛圍是 王金銘盡心盡力浮選 幫國民黨募款 那對王金銘有打擊到嗎 沒有 所以這整件事情呈現出來 對王金銘對蔡英文都是加分的 至少大家呈現的呈現出來的 氛圍是這樣子 不對 你的解讀好怪 其實你的角度好怪 第一個 如果說國民黨一直把這個黑金 安在王金銘的身上 這個帳策不就坐實了 就是王金銘就跟黑金有關嗎 不清不楚的錢又沒有登記 還有就是 而且你約談蔡英文 這個動作本來就不對 沒有任何證據 為什麼王金銘幫國民黨募款 就就是黑金 大家也解讀他來了錢 那當年是你們馬英九全主席的時候 安長都上的 第一個啦 大概講說國民黨選舉都剋董三年 沒有嘛 我們也是要靠募款嘛 王金銘也是幫忙在募款 大家說一百兩百一千兩千 而且非凡貨 我姑且不認 我姑且不說那是 連戰一百二十八億你不記得嗎 哪哪來一百二十八億 那個黨產呢 黨產一百二十八億選舉 劉泰英說的啊 劉泰英說他換了一百二十八億選舉 劉泰英那時候到底是有沒有那一些 我覺得當然啦八方也講了很多次嘛 就是說募款這一些 如果沒有核實申報 沒有像監察院核實申報 那當然就違反政治獻金法嘛 那不是罰個人喔 連黨也要罰喔 最近我們有一些政治獻金 選舉我們每一年都有編列 相對因為候選人罰完 政黨相對也要罰 那是一罪一罰對不對 是啊 那時候名單弄出去國民黨 我覺得名單出去 到底他名單是真的是假的 我真的不曉得嘛 那你要看王院長他怎麼說嘛 即使大家阿晃也說 看到那一些筆跡證明 阿晃認為說那是王金平 那那要不要把他筆跡交 交去那個鑑定了 所以一批一畫 檢察官手上都有 對 所以剛剛我就說 那個紀律一直在講說 那就是黑金 拜託 黑金安抓來 檢察官也掌握嘛 檢察官可以 摘人家王金平的名字 我沒有 我也沒有 我覺得 你還沒資格啦 我講的是馬基 要去補充嘛 至少我認為說王金平 盡心盡力再補選嘛 假設這個帳目真的違真嘛 那如果是繼續講說 那些所有都黑金 所有來源都不當 檢察官也掌握金流嘛 我想這次如果真的是 有任何不當的話 那不是只有查到林錫山而已嘛 那可能連王金平搞不好 都被收押了嘛 看起來檢調也辦到這裡嘛 那掌握帳戶的當事 就是說阿晃看到是從姚老師那裡嘛 姚老師也都是我跟他同台啊 他一直證明說 王金平沒有違法 王金平對你們國民黨 真是盡心盡力 我也認同啊 檢調已經掌握這些帳戶了嘛 如果違法 那王院長可能很擔心了 可是現在沒有嘛 起訴 這禮拜起訴了 那王院長也沒有事情嘛 那最後第一個 最後我同意那個彭老師講的啦 沒有錯 你檢調如果是在起訴前 那把這些資料流出來 那違反偵查不公開嘛 所以這也是吧 讓人家不信任的地方嘛 那第一個我要講 這個證據到底是真 這個帳戶到底真的或假的 我存疑啦 第二個如果是真的話 誰留出來的 是不是檢料出來 檢料為了辦大案嗎 還是他有其他的政治考量 這部分是真的之後 我們要去查的啦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馬英九總統的謝任演說 其實還沒有輸啊 但是為什麼金周刊已經登了呢 原來是王偉忠 他的幽默搞笑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他說他看完了歐巴馬 在總統任內 最後一次白宮晚宴的告別演說 很像一個爆笑的吐槽大會 於是他晚上做了一個夢 於是就夢到了馬英九總統的謝任演說 當然裡面呢 就有他這個什麼 全民大劇團那種搞笑的功力啦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王偉忠是怎麼寫的 他首先 他說謝謝工作同仁 挑選了蔡依林的我配 作為競場音樂 不過英九提醒過大家好幾次 有些心聲不適合 在公眾面前來吐槽 他另外還講說他覺得八年改變很大 最大的改變國內新聞臺 都變成交通電視臺了 每小時播八則行車糾紛 這個部分呢倒寫的還蠻深的 這個可能新聞臺的部分呢 可能要稍微警惕一下 要看看國人最關心的問題 應該是經濟吧 還有回歸正傳 八年來點點滴滴感恩在心 首先感謝國民黨的黨內同志 非常團結的回黨不倦 讓我成為時尚面調最低的總統 好另外他還寫說呢 這個呼應了蔡振元雄所言 國民黨的溫良公儉讓已經過時 希望乖乖排到我為止 至於接下來要找誰 不如問問看王院長的意見 他最公道 欸你看又見指王津平 這躺著也中見 好再來看一下 至於我的退休生活 很多人叫我出回憶路 他說不過我出寫真集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呢 他說有人預言我背了一百多個案子 等一一過關之後呢 我會開個民意調查公司 畢竟我對民調還真的很有經驗 再開一家動物安樂死公司 重病寵物只要跟我握手 就能夠獲得安息 再有時間就去太平島開家民宿 至於美青在我退休之後的動態呢 他說很抱歉 我也不敢問 因為他看我不順眼 已經不止八年 最後要謝謝我的副總統 吳敦義先生 感謝他一直以來 沒有在半夜打電話 給記者嘿嘿嘿 這裡面充滿了很多新聞的戲虐 對 我說一句 這個因為你說這個什麼安息 因為我正好前兩天跟一個台灣年輕的一個夫婦 他們是企業家 而且新科技很成功 由於很成功 不久前馬英九總統接見一批年輕的企業家 對 結果這些很有創意的年輕企業家 他在這個時刻都處於極大的困窮 就什麼想辦法不跟馬英九握手 每個人都在想辦法 結果這個年輕企業家他想出個辦法 一手拿個手機 一手拿一瓶水 馬英九來握手的時候 就是這個水沒地方放手機沒地方 我說你們為什麼這樣 他說死亡之物 我都不想跟他握手 包括我認識一個很尊敬台灣一個本土派的作家 獲得很多大獎也到過美國這個研究 就是鄭清文 他是很有成績寫小說 也是獲得一個大獎 國家這個文學方面的大獎 他也不去領獎 就不想被馬英九握到 當然他說那獎金還是要要的 那我就說剛才回到王金平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在外部看得很清楚 王金平為什麼不斷地被馬英九鬥爭 就是因為他有原罪 對不起這個明顯你在這裡 我要批評你的上司馬英九 這個他有什麼原罪 他是台灣人 說台灣人絕不會被這個國民黨人選為黨主席 所以他一敗敗給馬英九 這個本地人會選外省人 外省人絕不選本地人 說王金平這個原罪就當不上 第二個王金平被認為是本土派 國民黨的本土派 很可能會傾向將來宅掉中國倆字 把國民黨變成國民黨 這個這個李明顯先生你老問我 難道把我們改到大改進大海嗎 不是的 我們要把中國國民黨這個名字 這個體制這種成就的過時的這種思維方法 趕進太北洋 趕進大海 如果你改名叫國民黨了 認同台灣了 不過王金平這樣的人了 認同台灣了 那當然台灣人會歡迎了 今天王金平為什麼不斷被鬥 就是因為他這個有本土的意識 本土派 國民黨的本土派比較有現實意識 比較這樣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他不斷被鬥爭 尤其有一次鬥爭 我在美國看到都很替這個 那個王金平先生打爆不平 那他那個參加女兒婚禮 他的女兒好像年紀很大了 這個如果是年紀很大的一個女兒 能夠嫁出去了 找到心愛的人了 作為父母 我們不困在王金平是多高 什麼院長什麼政治人物 一對老人會多麼高興 王金平和他太太會多麼開心 能夠參加女兒的婚禮 而且是跟親家見面 而且防止台灣這個達子 什麼什麼隊啊 什麼什麼追蹤啊 可以像一個小島什麼島 那這個時候 馬英九在這個台北開記者會 宣佈這個這個王金平官說 而且用了很嚴重的詞 什麼中華民國歷史上怎麼怎麼樣 用很嚴重 那今天的話 你不可以這個事情讓王金平院長 開完那個女兒的婚禮回來嗎 就差那幾天嗎 那你第二個 你要在飛機上 第一時間沒法回營 那你這種跟共產黨的鬥爭方法一樣啊 所以我們可以設想 那天在那個島上 王金平見到那個他的親家 那個婚禮會開的什麼樣子 會多麼七七三彩 你在台灣被批鬥 你在政治前景一片黑暗 說今天我們說馬英九這個做法 確實在網絡上很多網民寫他的名字 叫馬英九 陰暗的陰 陰毒的陰 說今天我們看鬥爭王金平的原因 就是因為王金平是有這個本土派的意識嘛 說今天與馬英九為代表的過去這八年 把台灣治理到什麼程度 大家有目共睹 有一條台灣的青年企業家 台灣的作家都不想跟他握手 我們不說他政績 經濟 政治 就人品可以到這個程度 我對曹大哥你的說法 我其實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其實我見過馬英九很多次 我也從來不必會跟他握手 你握過嗎 握過很多次啊 我覺得這個是蠻無聊的一件事 什麼死亡之握什麼 是蠻無聊的 因為他沒有科學根據 大家說的怎麼是談科學呢 不就不需要嘛 大家談的是一種感覺 一種意願 這種感覺就是說 不是 我一向對這個死亡之握這件事 我覺得他是一個焰餘 大姐講不是我在講 不是 他不需要 因為這個沒有必要 那王北宗氏的幽默是說 那個他講到那個 那個啊 那個啊 這個講到是動物的這個安樂死啊 那這一點其實很多人一直講 他的死亡之握 我從來也沒有這個呼應過 那我覺得不需要啊 那第二就是說 王金平也沒你講的那麼了不起啊 這王金平自己要負他的責任啊 什麼叫本土派 真正本土派是當年的 做監牢的那幫子人 我們的信介先啊 最近那個蔡英文女士主席 他還去這個提到 另外一個人叫傅政的有沒有 那才是外省裡面的本土派 真正的是這些人啊 這個更早了 你想這個啊 我們講的殷海光先生好了 自由中國的這個這些人 王金平不過就是搭著崔台青的這個順風車 然後得到某些既得利益 就是國民黨的這個崔台青車子上面的利益享受者 最後呢還不知道幡然悔悟 所以他就由自取活該 他憑什麼當台灣國民黨的這個領導人啊 我不認為 我覺得中國國民黨最好讓他死掉以後 在幾年以後台灣要有另外一個新的世代的發展 我不知道這個發展會怎麼 或許我們也看不到 但是台灣要擺脫這個法統的這個影響的時候 那要新的一代來推 我不是特別反駁這個曹大哥你的評論 而是你們從旁邊看 就是王金平的問題就是出在綠營的人 常常借著王金平去打藍營 然後就把王金平摧成了一個 一個簡直就像一個神聖的一個 一個王公道國 王金平蠻可憐 藍營也是用王金平去打綠營 我請問你 王金平如果真是個人才的話 他們秘書長會是這種人嗎 如果今天的這個 立法院院長叫做馬英九 他的秘書長出這事兒 你們會怎麼評論呢 所以真的公平一點 我對王金平那個時候馬王鬥的時候 手法是粗魯的 但是內通電話還是有問題的 等我插一句 剛才我說的本土派 不是說台灣的本土派 是中國國民黨裡面 國民黨裡面有什麼本土派 你問問中年華 國民黨只有利益派 這是利益派 兩位在評論 我們交易事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我黨比你生 第一個說本土 國民黨沒有本土派 你不要迷信吧 第二我們不是對王金平多高的評價 而是說馬英九打他這個人的方法 是惡毒 指印毒 方法出爐 這是他的評價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啦 這可以接受公平 剛剛我回應曹老師好不好 馬英九總統我跟他握手 大概沒有一百次又九十九次 那陳水扁過去 我當記者的時候 我採訪過他也握手 那蔡英文擔任民黨主席的時候 他吃飯也有握手 那是基於禮貌 那握不握手 那是一個人自己的決定 那不要講說死亡之握 我覺得這部分真的是對馬英九 這部分太苛刻了 那第二個 是不是改名就是本土呢 那我們有一個前 我們一個前發言人叫楊偉忠 那是不是要改成楊偉臺 那我叫李明賢 我改成我愛臺 是不是我愛臺灣 所以中國國民黨 能不能變成本土化政黨 跟改成臺灣國民黨沒有絕對關係 而是他的作法 他的政策 有沒有跟基層的民意連結在一起 那個才是本土化 而不是說改個名字 改成中國愛臺黨 或者說愛臺灣黨 這樣就叫本土化愛臺灣 那是形式主義而已 而是真正如何連結基層 那個才叫本土化 國民黨會不會說真的就是被淘汰 然後要怎麼樣重生 這份可可姐一直說 國民黨可能就倒臺了 可能有新的政黨出來 如果國民黨沒有徹底跟臺灣民意結合在一起 沒有透過政策去爭取民意支持的話 是有可能被消滅掉 被掃入歷史灰燼 也有可能啊 那國民黨如何重生 當然要爭取民意支持 所以大家在批評我們都可以 我們都接受啊 那給我們一個機會嘛 那我也知道大家對國民黨很有興趣 對國民黨內鬥大家都很有興趣 可是討論國民黨之餘 大家也關注一下 我們新政府要上臺了 討論一下林權內閣 我覺得新政府的方向 可能對臺灣未來影響更重要 再我查一句啊 你剛剛說的改名字 你自己要改什麼名字 是你的權利 你的自由 但中國國民黨的改名字 不是個名字的問題 你改掉中國兩個字 這是認同的問題 我就跟你說 那是形式主義嗎 不是形式 中國國民黨 今天叫中國國民黨 他認同的是中國 而且那個虛假的中國 如果他真的認同中國 到中國發展呢 中國那麼多很多年輕人 熱愛中國國民黨 他有他的歷史背景嘛 那不然這樣 就華航也要改掉 那中國石油 所有的過去都要改掉 那是不是這樣 你講的話 中華民國也要改掉了 當然需要 改這些 當然需要 那是你的認同 可是是不是臺灣 臺灣多數民意的支持 或者說國民黨內部的多數民意支持 現在這個理性就在這裡了 請尊重我們 現在就這個問題了 你國民黨不讓人民選擇嗎 不是我來決定 你來決定 國民黨用鳥籠公投法 不讓臺灣人民發出聲音嗎 你國民黨制定 聯絡公投法 全世界哪個國家用鳥籠公投法 公投法 公投法在立法院做修正我們支持 朝雙綁的立場 跟極有法一樣 朝雙綁的立場 那就人民可以發出聲音 老師你來你來臺灣兩三個禮拜 立法院在立法 你都沒有在關心 如果需要的話 我把公投法跟極有法送一份給你 你國民黨執政多少年了 不是過去是八年嗎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五年 你什麼時候有讓人民公投 什麼時候讓人講話 我們公投法有在做鬆綁 有在支持 什麼叫鬆綁 跟共產黨說法一樣 把你綁緊的 鬆了幾口 我們就感恩戴德 不是的嗎 要從來就不綁 要人民有自由的權利 今天中國國民黨要不要改名字 是個實際認同中國還是認同臺灣 我們今天是從這個議員來說 不是你說鳥籠公投在立法院 那民進黨有他的主張 那我們這部分也願意討論 譬如說你雙二分之一 那不然怎麼去鬆綁 那極有法那一部分 我們再鬆綁 你去看看立法院的所有 黨團的立法 明顯國民黨的立委 也有說啦 有關於這些 因為草老師都沒在聽 沒有 他們也在開玩笑說 反正因為國民黨現在在野 所以說國民黨的立委自己講的 最好都不要有門檻 所以把這個現在在當官的 或是在當立委的民進黨人 是嘛 可以討論 那這部分要給草老師聽 他根本沒有在聽 一月十九號去搜索 當天去搜索的人 是北檢跟調查局的人 這個資料在一月底二月初就流出來 我相信不會只有搖禮頻道 我相信不會只有搖禮頻道 也就是說在短短的十天到十一天之間 這個資料被整理好 而且馬上判斷說這個資料 是有用的資料 然後把它丟進去